小哥 小哥 你看对面走 我坐这儿挺好 你坐对面去 干吗 这是我哥 这是我小哥 这是我男朋友周淑然 你们就是那三小无猜啊 我的天 李姐姐 我竟然见到你的蜜蜜们了 不一样 不一样 这跟你的蜜蜜女神们 都没有办法比的 我的创作是生命的余热 不是对生命狂热的表达 这不冲突 本质是一样的 越是狂热 越是悲凉的底色 我善于发现浮于表面的热烈 你一眼就能看到 人生燃烧后的灰烬 可是你的作品里 表面上是美好的表达 但总有种如履薄冰的易碎感 对啊 美就是易碎的 你的作品里也有这种氛围啊 对啊 但是我更倾向于去追求永恒的美 这没有什么东西是永恒的 世间万物的结局就是消亡 那消亡就是永恒的呀 但是消亡不美啊 消亡就是消亡 打断一下 你们俩看起来 不像是第一次见面 对 其实是第二次 上一次是在雕塑展 我们闹了点小误会 当时我听到有人叫他的名字 他没认出我 所以 你是见过李健健之后 才提出交往请求的 对啊 有趣的灵魂 加上有温度的皮囊 我很喜欢 谢谢 所以你到底喜欢他什么 应该说 目前没有发现不喜欢的地方 我也是 我觉得人哪儿都好 我们还有好多共同话题 这面是不是很好吃 嗯嗯好吃 好吃 吃鱼 这闻着味儿回来的 干嘛 天天 洗手吃饭 洗手 小郑送上车了 送我送我送 跟你说嘛 留人吃晚饭多好 他也人多不方便 他也不自在 我觉得还挺自在的 吃了一大碗牛肉面 还不够 还要是一份鱼丸 爸做的鱼丸本来就好吃 我看他就是居心不良 你妈 你给评评一下 就他那什么男朋友啊 本来约好了昨天 去我店里啊 见个面 结果呢 半路上盯着一女孩的屁股 我直接回去了 别瞎说 你听谁说的 他自个儿说的 你别瞎说 你不懂 做作品是很需要灵感的 像你们做雕塑的 我们试不懂 但紫薛说的没错 他对你属于见色的奇异 而且他心里很不成熟 他都大学毕业好几年了 还靠父母给的生活费生活 那家庭条件不错 那他连请你吃个冰淇淋钱 都是他父母给的 你觉得这样好吗 行了行了 先说两句 吃饭了 艺术家就不需要吃饭了吗 你现在生活上 已经补贴你的闺蜜了 今天还有补贴他吗 那根本就是个无底洞 这没你说的这么严重 那他竟然又好到哪里去了 行了 你别说 吃饭吧 好 打电话给他 分手 你是不是疯了 我说分手 怎么跟你没说话呢 我让他分手 我也觉得应该分手 凭什么呀 你们凭什么来对我的生活 指手画脚的 那个小千啊 可能俩哥哥也都是为你好 我好着呢 我现在挺好的 他们没在的时候我也挺好的 我有朋友 有我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我每天都开开心心的 现在怎么你们一回来 就非得抓去点存在感 是不是 还直接报警了 我打电话打不通 而且他微博说的话有奇异 你们现在已经对我生活 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知不知道 其实 我就是为你好 谢谢我真的不需要 你们过好你们自己的生活 就好了呀 我牙疼我自己去看医生 牙医都挺好 我要想吃甜品 我自己去街上买 满大街都是甜品店 你们两个真的不用 对我这个样子 你们又不是我亲哥 我们其实没有什么 法律救助关系的 你们不用对我做任何事情 知道吗 你怎么说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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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话从见到我们那天起 你就一直憋着了吧 现在就是说出口了 我也没想说得这么直 是你们逼我的 人生能伤得这个 是不是 我还是没有人见到 有关怜着 而是你 怎么会儿 次我们殿下 就 trace一根 不就只能打个余生 你咱们一样 你还好 走了嗎 還是這副全世界都欠踏的死樣子 是否有在家裡 就像是在家裡 在家裡的家裡 有些人都在家裡 在家裡 有些人都在家裡 都在家裡 那裡有些人都在家裡 在家裡 你要搬回林邦那里住了啊 没有 那你是要回新加坡吗 你不是在医院都入职了吗 你怎么这么任性啊 你都已经回来了 就因为跟我闹矛盾就要走 你遵从自己的内心 不要因为别人 做出冲动的行为可以吗 嗯 知道了 那你说不通了是不是 你在闹什么 没闹什么 你 你这样就没有意思了 一个快三十岁的人了 能不能成熟一点 你白天那脾气不给我看牙 也就算了 你现在突然就要回新加坡 工作说不要就不要了 你有没有一点责任心啊 好好好 我错了 我那天太冲动了 我混了头了 我才说你们不是我亲哥 我 我 反省 我不该说那样的话 我道歉 对不起 你们都是我亲哥行了吧 谁是你亲哥 你们回来本来是一件很高兴的事情 我也很开心 但是我们的确不能够 像小时候那样了嘛 而且你们总是觉着欠着我的 我就压力很大 你们能不能给我一点时间缓冲 上个租客不要的行李箱 还有阳台储物桂里 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我一块扔了 你不 你不是要走啊 我怎么说 你也没关系 李健健 李箱 月亮 咋的啊 你 你是去超市了啊 来来来 我给你提 你们先聊 我不回去了 你不回家 我去处理一下 你不回家 你不回家 你不回家